在上海训练的时候呢 虽然时间短 但是也对这个泰国的这个膝盖的进攻和肘肌啊 也都是进行了有正对性的训练 韩磊身高1米68 而这个泰国选手山哥 节地盲天呢 是1米71 韩磊身高呢吃点亏 但是韩磊呢就非常敦实 我觉得他这个体型有点像这个前面56公斤级泰国选手 波威的那个体型 好了第一局比赛开始 一上来泰国选手就是一腿 这位泰国选手的外号 都在试探 对啊 泰国选手这个外号叫黑巨蝙蝠 有点阴森啊 对 你看他这个目光 你看他这个目光 他这个突然性很强 哎 韩磊呢 就是 韩磊要观察他 对对 要观察他 别被他的 别被来势熊熊吓倒 刚开始嘛 第一局 都不轻易出击 看来双方要以快对快了 因为这泰国选手啊 全腿都快 好的 韩磊做了一个接腿摔 迅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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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这个没得分吧 但是 已经开始 就是说自己的试验呢 是成功的 这样就迫使对方 你再做这个动作 我还要摔你 嗯 就得你出腿的小心了 小心 但是这个泰国选手 这个腿啊 是非常厉害 你看 一个是高 快 重 你看他的腿一起来 能够到这个 韩磊的头啊 这个要 这个泰国应募员的身高 要比韩磊高一些 对 一米七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不是 韩磊 别想太靠近呢 哦 但是你作为韩磊 如果不靠近 没法摔 对 哦 那对他这个腿啊 这个 泰国选手 这个腿啊 好的 只要让韩磊 有这个机会 就行了 有的时候得忍痛 往前贴啊 泰国选手 这个腿 是挺厉害 泰国应募员的这个 车体腿 这个鞭腿力度很大 对啊 他甩得很快 韩磊的应募员 防守不错 你看刚才几个高腿 韩磊都把他防住了 对 第一局结束 第一局呢 我觉得 这个作为韩磊来说 主要的还是处在一个 一个观察和认识对手的 这样一个状态 你看这队队员 跟上一队 明显的就不一样 嗯 就没有上次 进身 大家都互相对攻 对 这个就大家好像 有一种试探 嗯 我们等一下 看一下台湾的打分情况 红方 第一局红方胜 那这个呢 我想啊 在第一局的这个比赛里面 韩磊这个可能是 两个摔 得的分 这个会会会占一些便宜 嗯 对 另外呢 还有几个侧踹腿 侧踹腿 对方呢 虽然有几个边腿呢 但是都被这个 你看就虽然有几个边腿 都把都被这个 打开了 打开了 嗯 另外这个韩磊啊 他之所以在对方进攻 这么猛烈的情况之下 敢于进身呢 我觉得韩磊 还有一个很突出特点 他抗击打能力特别强 击打能力强 嗯 抗击打非常强 嗯 所以他不怕 你你你上来 你虽然这么厉害 我也往上贴 只有贴 我才能够摔你 是 所以呢 我们的中方队员 现在对泰拳呢 所以 不是非常的像 以前没有接触过 像 传言的那样 泰拳如何如何 所以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没那么心细了 没有没有那么心细 通过这三届的比赛 嗯 运动员从心理上 应该说对对这个泰拳 没有什么心理上的惧怕 嗯 但我觉得虽然不是一个级别啊 我觉得韩磊啊 跟那个康永刚相比 跟这个咱们这个前面 56公斤康永刚相比 韩磊他有体力的优势 体力 身体的优势 对 从第一局看 韩磊打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 现在就是防住 这个泰国选手这个边腿 一个假动作 游几山 对 游几山的左边腿 对对对 侧拳腿 好的 连连一两个连关动作 对 侧拳腿 接一个直拳 嗯 接腿摔 接腿摔很漂亮 嗯 快 很快 很快 嗯 这个 所以中国散打的这个快摔 非常有特色 对 这个第二局啊 我觉得已经是开始 把这个泰国选手 这个气势压下来了 压下来了 没有像第一局看着非常 对啊 你第一局他一上来 主动出腿的是山哥 这是这个泰国选手 黑巨蝙蝠 这个韩磊呢 也是非常快 对方这个腿 要起没起的时候 韩磊拳已经过来了 对方一个 对方一个飞翅 嗯 但是没有 但是在防守的 在退守的过程当中啊 韩磊还能出拳 所以韩磊对这个 这个运动员 这个防守防击也非常的好 嗯 这个防守同时进攻队员 嗯 另外他他这个看得清楚 反应很快 反应很快 嗯 而且呢迅速闪开 防守对方的腿起来 所以呢看来这个韩磊啊 对付泰拳呢 还是颇有经验 啊 这个泰国选手 还是步步紧逼 但是有效得分好像不多呀 不多 有效得分不多 听打空 韩磊现在就是 不管你对方怎么来供我 我有我的技技术战术 对对对对 我把我的节奏掌握好 对 这个比赛啊 这个比赛啊 是的 因为这个 他不像别的这个 像拳技 他就是两个拳 嗯 这个踢打摔 所以对林明的体能要求 非常的高 对 好了 第二局比赛结束 两个拼 对 啊 靠